大家好 今天是6月18日 星期四 市場經過兩天的反彈之後 今天有少少是反覆的 其實都很正常 因為昨天的成交金只是千億多些 即是市的動力有少少是收細了 市的動力一收細 指數又怎可能走得太多 但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今個月10日指數見過25,303點 當日其他一眾藍酒都稍微做好 包括匯控都上回40元 但這陣市況技術上的反彈 其實很多藍酒都仍然原地踏步 只有騰訊和廣交所稍微做好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恆指先低95點到24,386 這也是暫時日中的高位 之後曾經一度反覆而低跌24,121 即技術上這一刻跌了360點 市況雖然有少少反覆 但技術上、形態上 暫時來說還是比較偏穩 因為10天線 當然還在上面 在24,527點 暫時指數仍然未能收穫10天線 不過這樣 20天線在24,018 50天線在24,088 相對指數今日日中最低 見過24,121 怎樣計算 其實技術上都沒有跌穿到20和50天線 在形態上大市暫時 都是處於一個初步斷定的勢頭 至於這個初步斷定的勢頭 能否確認成為一個真正的斷定 就要看看指數在稍後 或者在未來幾個交易天 能否進一步上破10天線 或者穩守10天線上 因為在移動線各方面的報告 大家要明白指數如果走在10天 20和50天線樓上 技術上屬於一個浴市高台的格局 所說的高台 最緊的當然是100天線 100天線現在在24,844 望高一點的就是今個月 10號的高位25,303點 也不知還可以撞那麼高一點 但我們暫時來說 矮仔上樓梯 逐步看 千萬不要急 反過來 如果指數在10天線之間糾纏 或者是輕輕跌穿10天線 這個市況是屬於一個技術上的反覆不明 幸好沒有跌穿20和50天線 萬一跌穿20和50天線 形態就屬於一個浴市底的格局 今天京東首日掛牌 9618 其實股價表現不算差 相對IPO是226元 我相信應該有交代 因為今天最高見過239元 理論上大概有6%左右 其實以這麼大隻的巨毛霸來香港上市 大家不要抱著衝刑 高開二、兩成、三成、四成 如果沒有在其他地方上市 獨立只是在香港上市 那還可以有這個憧憬 只要市場氣氛良麗 多幾%的高開絕對不出奇 但他還有美國那邊上市 還要參考美國那邊的收市價 一般的計法就是 以京東來說 將它的收市價乘7.75 即是港元匯率 再隨意 那就是香港的參考價 有時會有少許水分在 包括一些資金的追捧 會令到香港這邊的成交價 及美國那邊的收市價 理論上的量是高一點 好了 但值得留意 對整個大市 雖然他們不是行指成份股 但對股市的交投來說 始終有正面的影響 因為像京東那樣 卵政同步上市 多多少少都會有些資金 進行炒作 實際上那些中概股來香港上市 對股市的影響始終都是正面多 好像阿里巴巴四萬多億市值 京東說接近7千億市值 甚至比較細的網易市值 都有四千多億 換句話來說 單單這三隻在香港上市的中概股 市值已經是五萬多億 陸續有來 所以未來一段比較長的時期 相關股股 應該主導著整個市場的氣氛 好了 中文分析就說到這裡